特近平高調紀念鄧小平 分析中共或走險棋 陳文甲,中日關係日益緊張 日企高管已被起訴 陳世文,台灣外交國安官員秘密赴美會談 習近平一日閃出鏡 中共官媒,弄巧成絕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紅潮秘聞》 我是麗文 今天是8月24日,星期六 在今日節目開始前 好像以前一樣 我們先來談一個健康話題 最近,很多消費者在服用三高代謝保後 身體的慢性病得到了顯著改善 他們紛紛在健康520網站上反饋 接下來,讓我們來聽一聽一些用戶的真實感受 三高代謝保研發團隊的董事長陳祥皇先生說 這些效果要歸功於三高代謝保的整體療法設計理念 這種療法注重全面條理 不僅僅針對某一項問題進行改善 而是考慮到整個身體的平衡和健康 三高代謝保的製造理念基於整體療法 這個意味著它不僅僅關注單一的健康問題 而是將人體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整體療法的核心在於 通過平衡調節身體的各個方面 全面提升健康水平 促進身體的自我調節和療癒能力 如果你也在尋找更全面的健康解決方案 歡迎訪問健康520網站 了解更多關於三高代謝保的資訊 下面是詳細內容 中國的經濟危機不斷加劇 在這個骨折眼上 中共黨魁習近平高調紀念鄧小平 分析人士提醒外界 這波紀念浪潮可能是一個預警信號 社媒傳出消息說 銀行、國資行接到警方通知 廣泛基金虧損56%下週8月26日到期 估計會引起投資者不滿 爆發群體事件 警方已經著手準備 如果出事 國資行要匯報並啟動緊急預案 特別將加港地區要重視 電媒體財經真相周鳳說 廣泛基金下週先到期 警方現在已經開始準備維穩 這個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 也有人列出下半年到期的17個巨幅 虧損公務基金 說這個大概就是中共公安部下半年工作重點 這個消息顯示 中共清楚意識到 經濟、金融崩盤、威脅政權穩定 首早前傳出 在吉林銀行取錢 必須先徵得派出所同意 可能就是中共金融保衛戰的一環 獨立時評人蔡神坤22日發文 紀錄首都北京目前遇淋大敵的狀況 文章說 晚上7點,幾個警察在路邊查身份證 15歲到70歲男性是盤查的重點 警察還問你去哪裡?去做什麼? 坐一號線到王府井閘轉地鐵 一落到地鐵,就被攔住查證件 北京的地鐵公交上 反覆播放國安部的反間諜短片 據委會上門傳達上面的指示 說現在社會上有太多的五世人員 包括失業、失學等 都是不穩定因素 要每個人提高警覺 由此可見,經濟動盪對中共的衝擊 習近平沒有推出任何舊經濟的有效政策 卻將被冷落的鄧小平重新抬出來 趁鄧小平120歲名單之際 退出一波紀念活動 習親自主持紀念鄧小平的座談會 諸多太子黨現身 包括無心與劉元、周炳德等等 習近平大讚鄧小平 說必須深入學習運用鄧小平理論 還說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系毛澤東、鄧小平等的溯遠 澳洲時評人王虎正 對自由亞洲表示 習近平從上台後 就一直要拋棄鄧小平 現在他並不是認可鄧小平 而是習無路可走以後 整個國家一塌糊塗 完全無法恢復經濟 不得不重申 將鄧小平從棺材中捏出來 王虎正認為 除了欺騙老百姓 讓老百姓以為他還能夠改革開放之外 習近平還想借鄧小平 來煽動一波民粹情緒 王虎正說 習近平幾乎無牌可打 所以他就鼓動民粹 鼓動民族主義 不管這個國家能力怎樣 可能會走一招險棋 就是對外發動戰爭 他最容易做的一件事 就是對台灣 來轉移國內的矛盾 來轉移他自己執政的 具體失敗 中國外交部8月22日證實 一名在華工作的日本公民去年3月 以間諜罪被拘留 並在去年10月被正式逮捕 目前已被中國檢察機關提起公訴 這名被提起公訴的日本公民 是日本安斯泰萊製薬公司 一名常駐中國的員工 在中國工作已經長達20年 曾經擔任中國日本商工會議所高級職員 他在去年3月 是準備回國時突然遭到拘留 自從中國2014年出台 反間諜化以來 先後已有17名日本公民被中國拘捕 包括這名安斯泰萊員工在內的5人 認作機壓中 日本政府一再呼籲 中共釋放這名被逮捕的日本公民 但遭到中共政府的拒絕 部分日本官員抱怨說 中共逮捕日本公民的行為 對在華的外國公司 產生了寒蟬效應 導致外國投資銳減 大批在華工作和生活的日本公民撤離 類似希望之聲記者23日 採訪了國策研究院資深顧問 開南大學國家企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陳文革博士 他表示 中共對日本安斯泰萊制約公司員工的逮捕 反映了中日關係日益緊張的狀況 以及中共利用這類行動進行對外施壓的策略 首先 中共向日本政府施加政治壓力 因為近年來 中日兩國在釣魚台的領土主權問題上的矛盾 不斷升級 日本決定將福島核廢水排海的舉措 也引發了中國的強烈反對 在此情況下 中共逮捕這名日本公民 既可以在外交談判中作為籌碼 迫使日本在相關問題上讓步 也可以藉此傳遞出強硬的政治信號 陳文革認為 這個事情會被中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此外 此事件還對外國公司在中國的運營產生 緩蟬效應 也造成很多外國企業和投資者 必須重新評估 他們在中國的業務 擔心未來面臨類似的風險 如此 將導致外資撤離中國 更進一步 衰弱吸引外資的能力 對中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陳文革表示 長期看 可能加劇中日兩國的對立 中國逮捕這名日本公民的行動 既是對日本政府的施壓 亦是其內外政策考量下的結果 然而這種策略短期內 雖會突顯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強硬形象 長期看來 卻可能加劇中日兩國的對立 並影響中國的外資環境 進一步惡化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 還對外國公司在中國的運營環境 造成了負面的影響 英國媒體《金融時報》8月22日獨家報導 台灣高級官員日前 秘密來到大華盛頓地區和美國會談 報導說 台灣外交部長林家龍和國家安全顧問 前外交部長吳超市 本週到美國華盛頓地區進行所謂特別管道會談 這是台灣總統黎清德 5月上任後的首批台灣高級官員訪美 白宮和台灣駐美代表處都沒有發表評論 根據長期慣例 台灣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不得進入 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 因此會談通常在大華盛頓地區 包括周邊的馬里蘭州及維根尼亞州進行 上一次台灣官員淑團訪美 是在2023年2月 白宮前官員墨艾文說 美台特別管道會談 是當今全球政治中最敏感且最重要的機制之一 前美國國防部印太助理部長 薛瑞夫認為美台非官方關係所允許的接觸有限 加上中共在台灣附近的軍事活動日益強化 特別管道更是重要 對此希望之聲記者23日 採訪了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陳世文 對於我們的外交部長或國防部長 還有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這個涉及到外交和國防安全的最高級別的一部分首長 美國可能會採取一些比較謹慎的態度 他們還是可以到美國來進行訪問 但是訪問的地點 美國會迴避 叫它進入華盛頓DC的首都地區 因為北京的經常性的抗議阻撓 但不管怎樣 我想這個會議本身 它可以算是我們美國和台灣之間的外交國防 或安全者層面最高級的會議 陳世文認為 這個會議對台灣和美國都非常重要 這個會議或許也可以說是針對 我們台灣到底和美國之間的軍事合作的關係 尤其是到底我們台灣 可以和美國購買哪些重要武器的項目 也是在這個會議上 是會做最重要的決定 基本上我想這個會議本身 幾乎可以說已經形成是機制性的會議 這個會議第一次的招開 是2021年開始 到今年已經是2024年3年的時間 其實可以看出來 美國它當然也非常重視 與我們台灣之間的軍事安全關係互動交流 通過這樣的會議 也讓我們彼此能更加了解彼此安全上面的自信 從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三天閉門會議開始 關於習近平中鋒被控制、軍中政變的謠言門填飛 即使習近平一日三場接見國內外團體闢謠 民間猜測也會就此停止 因為中共已經坐在民怨的火身口上 習近平8月19日會見了訪中的粵共總書記蘇林 但中共官媒開始只有遠距離的畫面影片 習近平拋頭露面的真人獸 並沒有起到打破謠言的作用 第二日中共官媒態度大反轉 央視18分鐘連續報導集三場過來外會見 包括習近平接見中國奧運代表團、緋制總理拉布卡 以及發展中國家議員研討班成員 央視還刻意播出了 許多習近平近距離特寫鏡頭 對此,女奧學者李源華23日對希望致勝表示 她前段時間確實是病了,出不了禮 現在她病可能好轉 當時國務院發現人一講月共要禮 就證明可能她會出來見人 她說我真的還活著 所以就來一個三連場 我看她奧運健兒那個 那個精神狀態真是一般 頭髮也沒染,還是花白的 一面的土色 她確實好像大病一場 功好些的狀態 你想下她見那個什麼議員真是亂來 那個根本她平時都不會見的 這個她也出來見 其實她一定要先證明她沒什麼大問題 民陣加拿大主席黎建平認為 這個可能中共在這裡進行一種 我將它叫露面測試 習近平所謂的延伸 也在這裡進行一種操練 就是說她在這裡測試老百姓、測試民間 看一看我故意就拿起來 你們會怎麼想? 你們會想什麼?會說什麼? 你們敢做什麼?有什麼企圖? 她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這個叫人蛇出動 然後她就可以採取上應措施 進行鎮壓、排除異己 其實她是要大家知道 本人你出不出來 我照樣大權在握 你不要以為我長時間沒出來 你們就有什麼異心想法 這是不可能的 8月9日 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張又俠 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文章 公開向習近平表忠心 8月19日 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妙華在全國紀念鄧小平同志 誕辰120週年理論研討會上強調 學好習近平強軍思想 也被外界視為向習近平表忠心 紅紅二代、紅三代都很反感習近平搞文革那一套 因為他們多數人是文革的受害者 元老也知道 習近平一旦把中共搞壞了 他們的特權和利益也就消失了 所以將中共的一切全部 扣在他身上 沒辦法 你又是黨魁 你又想集權 你又想保這個惡黨 那所有的禍你就要頂住 大家的一些謠言 其實就是大家把希望的東西全部說出來 他絕對怕 包括前段時間他收了一收 我想肯定是三宗傳媒包括北戴河 就是黨內的聲音 他也害怕了 因為他不能斬盡殺絕 共產黨就是有維持這種權力的穩固 我可以打擊你的黨羽 我和你還是表面一個和平共處 以示黨的團結 那既然黨內有這麼多人 不管通過什麼形式 以老同志的形式 他們這些人以為敢說 背後肯定有很多黨內的這些既得利益者的怨氣 那他可能也意識到 如果這樣下去 他真是危險 所以他收手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 歡迎轉發 那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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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